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倫,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我要称一只强者Mustle Garden啦 我这个繁重版的账号终于可以登录我的手机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啦,但是既然可以登录那我就继续玩啦 主要我那时候玩是刷阿尔法的 所以呢,这一次的暗影呢,看有没有机会能够中啦,第一个是抽 话说这次官方送的挺多的 希望是能够中这个暗影跟他的姐姐克莱尔 既然是限定那就必抽了啦 这次的暗影是必抽的啦 如果你没有抽到暗影或克莱尔的话呢 可以换一个新的账号了啦 那这次,不是这次阿 这个繁重版挺好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跳过这个教学啦 这种之前日版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的 第一个石头爆死,不是爆死啊,歪了 歪了,Seater 不是暗影,是Seater 第二个石头 好,继续抽,第二个石头 哇,好卡喔,跳了一个东西 好像刚才没有楼钉吧,直接跳过了 嗯,果然 那继续抽啊,第三个石头 哦,对了,三十抽可以换 就是换他的装备啦 他的装备也是挺强的 这种限定的呢,基本上他的装备都是三十抽可以换 但是,你看有没有机会三十抽之内能够中 哦,问号来了 但是,其实还好 我觉得,因为之前遇到很多次,就是问号是歪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中,拜托 有没有,三十抽中 哦,nice啦,右边 这种应该是有了啦 应该是,哦,有了,赞啦,nice very nice 三十抽中了 中的话,就换克莱尔啦 那如果我这个三十抽中的话 基本上就不需要继续抽啦 我个人是,没有想要觉醒他 可以用万人的觉醒师来继续他啦 不一定要抽 然后三十抽可以换他的装备了 那接下来是抽他的几个克莱尔啊 看有没有机会,第四个石头 那这次的克莱尔同样也是 跟暗影是在SSS的那个 最强的那个,怎么说呢 最强的T表啦 第四个石头 因为我看的是日版啦 所以我不懂反动版的评价 是不是跟日版一样搞 我个人是看日版的 因为我不知道反动版的攻略在哪里 我统上应该是在巴哈啦 但是我不要懒惰爬文 呵呵,我就直接看日版 日版他的画面会比较简单一点 哦,第四个石头中的宅二的魔女 那同样的这个磁克莱尔呢 是需要搭配这个宅二的魔女 会更强一些的啦 然后宅二的魔女有两个版本啦 一个是绿色属性的 一个是红色属性的 两个都是常驻的 所以还好 第五个石头 哦 这次套是挺歐的诶 一直有中这个二公主出来 呵呵 这个特效 有没有机会能够中 拜托 哇,结果还是玩 左边是戴尔塔 右边是教官的 教官叫我们拉姆达 所以 哦,是戴尔塔 nice啦 教官我好像有诶 之前首抽的时候好像有中教官 第六个石头 诶,刚才有roading的 有roading吗 好像是没有诶 好像是没有啊 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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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了 那 剩下最后一个石头了 目前 有暗影了 所以 可能 抽不到就 刷钻石吧 那 继续抽吧 最后一个石头了 然后 好像 这个要200 200抽了 结果最后一个石头也是爆死的 要200抽才能保底啦 但是 应该是在前面就能够中了 话说 这个游戏 比日版还要容易中一点点 感觉上 还是错觉 呵呵 那好啦,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记得点赞 订阅个粉丝 还有点赞 关注我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